知名博主发文驳斥水军,崔永一元发文称,牛肉爱买不买,流氓必须打残。 最近知名博主在社交网站上发布博文支持崔永一元,水军负责出力,随时准备抹黑崔永一元,这就是他们的惯用伎俩。 这不,崔永一元好不容易找到一款牛肉产品,之所以选择代言是因为牛肉品质绝对过硬,本身就是见两全其美的事情,可还是招致了水军们的辱骂。 这名博主更是回应了崔永一元代言牛肉价格的问题,贵贱这一说,本来就是见仁见智。 贵于否,这跟崔永一元有啥关系?俗语说一分钱一分货,崔永一元只需颜版牛肉的品质观即可。 再说了,崔永一元并不强买强卖,爱买不买,别废话就好。 其次,崔永一元名人效应问题,崔永一元发表的文章,崔永一元真牛,阅读量很高。 这听上去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跟网友们买不买崔永一元真牛有关系吗?崔永一元有要求过凡是阅读过他这篇文章的人都购买一份崔永一元真牛吗?没有啊。那群班弄是非的水军简直太不讲理了。 崔永一元有说过,崔永一元有说过让粉丝美人必须买崔永一元真牛吗?没有啊。那群故弄玄虚的人,简直太牵强附会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次崔永一元代言崔永一元真牛,再次引起了水军的疯狂抹黑,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当然这些都是水军的无疾之谈,再到崔永一元推出的真牛,都引起了一群乌合之中的毫无依据的指责。 他们争先恐后的都在为崔永一元推出的良心食品打卖问诊,其实全干着居心迫测的事情,他们无不再冲着崔永一元说风凉话,泼冷水,脏水,拆崔永一元的台,看崔永一元的笑话。 随后崔永一元本人更是发文回对水军,还是那句话,牛肉爱买不买,流氓必须打残。 你们有何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